证实确实是习近平讲的 一样还一样的话 我觉得这里边有三个要素 第一个就是说这个话实际上 是讲给中国的老百姓听的 就是共产党一直采取宣传 蒙蔽他们的这些人听的 因为现在民族主义啊 现在已经成为什么 一种骑虎南下的这个要素了 就是说三轮谈判已下来 现在这个中美贸易的冲突 现在大家都比较了解了 而且呢成为一个举国关注焦点 在这个问题上 如果习近平他现在不表示 这个强硬态度 不表示一种抗压的一种姿态 但能力有没有 这是另当起说了 另当回事了是吧 表示个胆量表示个表态 不表的话 那就可能会被认为是 这个软弱或者是这个卖国主义 是吧 这个等于这些东西 那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 而且习近平现在的话 社九大以后 他具有强势的这个地位 是吧 而且他个人比较性格比较强悍 而且他党长期的在共产党里面混上来以后 这个党文化这种思维方式 我想比较强烈的 就是说斗争哲学 然后这种说 他原来也讲过嘛 就是说 这个到底谁怕谁啊 什么这种 当然是跟江振明的人讲了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我觉得他就是说 他能挡得住 也好 抗不住也好 他要挡一下 这个是 就是拼一下 拼一拼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这个话是讲给习近平前五年 通过这个反腐打下去的江派这些人物 讲听的 因为这些人物 他人还在啊 他没有打下去了 但是他随时准备 想找这个习近平的借口 东山再起 把他习近平搞下去 所以就告诉他们 就是不让他们有 有机会可撑 就是不给他们抓住小辫子 这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 我觉得啊 他只有表现出 强烈的抗压姿态 是吧 这个才能够将来有机会 可以把妥协也好 让步也好 塞进去 否则的话 他是做不了这个事情的 所以这是可能是一个 转折点的一个先兆 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他在表现出 强烈的这个对抗姿态之后 下一步实际上是为妥协 做出一些让步啊 做一个铺垫 是吧 这个也可能是为进一步的 这个呃 他自己定义的这个改革措施啊 或者说怎么样 来做一个准备 这个阶段的事情 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 正是因为他要表现强烈 才能够最后把软弱的 就是这个让步 把它结合进去 否则的话 你让步的话 你没有这个呃 强烈的这个对抗这个东西 在前面的话 那这个东西就很容易 在中国中共这个政治 官场上就很容易被人搞下去 抓住小骗子